這台是我們PVP1000型的 我現在要教大家如何查我們的基板 而不用拆機制 那現在你看到這台呢 是我們PVP1000型的 它最大特色是說 它的上邊這邊是有很多顆粒 再來說它這邊 沒有喇叭的孔 它的喇叭是在底部的這兩邊 這是喇叭 像是這樣子 這是PVP最大的差別 再來說 一千型它上面有紅外線 跟這個開關 甚至說它背後這個板子會稍微凸起來 這是一千型 其實我們那個PVP的底部 稍等一下 PVP的底部 像是PVP的底部都會有一個橫條 那上面都會寫著它的型號 因為有些客戶卡可能就是 分不清楚到底 像是PVP1000型、2000型、3000型 那我拿一台2000型給你看一下 那我拿一台2000型給你看一下 這是PVP2007型 因為這一台可能是我客戶 摸太多次了 這都被它摸掉了 沒關係,那就可以辨證說 這台到底是2000型、3000型 這邊都會有寫 PSP2007型、台灣機 好 那 插機板到底是TA79、TA85、TA88 怎麼看呢 PSP 那將我們記憶卡插進去 那個軟體喔 叫做PSP 好,這個東西 ID ENT0.4 好,那就是自信 好,這就是 剛剛在跑那個是因為它會截圖 那它會放到我們的 記憶卡的更目錄裡面 好,那裡面就是有寫到哪一些的資訊呢 我看到 左邊那邊是藍色的 好,第一行 它是屬於後的 FAT 後機 好,那 藍色那一點的 第二行 它是屬於 好,TA081的機板 像這樣都OK 那我再換側 薄機 好,這是寶機 這是寶機 這隻寶機 讓我 motion 努力 開放 拿到了 口鼻 努力 鍊 打 像這台 它一樣看藍色的那邊 它會多幾個資訊 這台它是屬於TA85的機板 那它是保機 是V1的 下面這邊會寫 就是綠色那一行 PSPVision OK V1的版 所以說你今天可能是SLED 可能V2、V3 像這個都可以去檢測你的機板 像這樣都OK 所以就比較方便 不用拆機子 比較快 那 如果你今天關掉了 按XX離開 那你有想再看 也不必再就是 開機去執行這個程式 它會接觸到我們的機卡的歌目錄 所以說你今天可能把你的PVP 或者說把你機卡查到電腦 你在歌目錄裡面會找到一張圖片 然後裡面就是剛剛那個畫面 所以就是比較方便 OK 那這軟體就到這邊 OK OK 好 好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